大家伙儿 咱们接着聊天 上回书说到刘少奇在会议上大包大揽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但您不是皇上啊 这么做既害了兄弟们 也害了他自己 如果这时候他能避重就轻 敷衍堂塞 大哥 全是下面人不懂事 会错了我的意了呀 把我忠于毛主席您的经书给念歪了 一推二六五 虽然他自己依旧还在毛泽东射程之内 但是有可能借鉴早年间的张文天模式 逐次降级 最后当个驻苏联大使 如果不是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唱一贺 他在这个级别退休 是可以期待的 奇了怪 当年毛泽东倒张文天 咱少奇同志急先锋马前卒 1937年二月就给他们中央写万言书 挑起刘洛之争 洛是指张文天 他有个话名叫洛府 张文天一步步离开权力核心的情况 刘副主席耳熟能详 而且少奇同志后来跟王光美说自己估计 最差能保住个中央委员 那看起来他也是存了这个心 可惜啊 事与愿违都是自己做的 这会儿了还想着一身正气 大意凛然 您演给谁看呢 所以啊 他越这么一搏云天 越招毛泽东的恨 至于说他像一位古人 谁呢 太平天国的中王李秀城 1864年天津保卫战失败之后 突围不成被生擒活拿 但是啊 妄图想凭借着自己两行零零尺 三寸不烂舌 说服曾国芬 他告诉说 恩相 这太平天国是旷古未有之启示 绵延十数年纵横南北 启吞万利如虎 便就是皇朝离闯 何足道在 而这样的狂风骤雨 他就先不翻您这种大海 在恩相您的手里 一荣思定 可有句俗话 太平本是将军定 把许将军 建太平 大帅 满洲达子对咱们汉人什么居心 您知我知 现在散在外边的太平军 虽然蛇崩鱼烂 可大几十万 还是有的 不如容我把他们招降 由您专一操控 太若存经 到那时 雄兵十万 战将千元 尽可笑明太祖混一天下 退不识孙仲谋 歌剧江东 岂不快哉 无虽不才 但求恩相 法外世人 死忠求活 日后能为您千马坠斗 此生足矣 话虽然漂亮 人家曾国藩也不傻 知道这就是一场三国末期 将威窜的中会 眼有巴蜀的晚清版 不过当时啊 他也的确面临朝廷的压力 三个邻亲虎视眈眈 而左宗旁李鸿章 纷纷的拥兵自重 相怀体系内 都不再为曾国藩 马首是真 这时 如果真能通过李秀成 招降几十万太平军 再练虎奔 当不失为一条后路 历史上 是有成功案例 往前说啊 曹操收容几十万黄金军 组成的青州兵 使他自此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 往后说 共产党改编了几十万满洲国军 练就了旌旗指出 所向披靡的第四野战军 那曾国藩曾文正宫 怎么就不能试试呢 这么着 他和幕僚赵立文 这位就是预判大清朝 还有五十年活头的那位神算子 俩人讨论很久 其实挺心动的 结果 有一天提审李秀成 在路上 钟王爷遇见了同样被俘虏的太平天国 松王陈德峰 没想到 陈德峰一看见李秀成 扑腾就跪下了 一把鼻子一把泪 嚎啕大哭 李秀成默默无语 哀叹一声 转身走了 陈德峰没完啊 冲着李秀成的背影 是邦邦的磕头 这个事再传到曾国藩耳朵里 他觉得不行 李秀成威望太高 用他的计策 下场就是他们国共合作 必然的 得被摘了胜利果实 如此这般只得作罢 可之前聊的太他妈投入了 所以这人不能留 就从快杀了李中王 话说回来 刘少奇这也一样啊 您都已然自身难保的时候 还跳出来眼忠义无双 想照着下面的徒子徒孙 那毛主席能惯着你吗 啊 当然了 毛泽东 那是有大智慧的 最懂得引蛇出洞 你不是想演吗 可以 演够 还是根据刘少奇年谱 1966年10月31号 刘少奇致信周恩来 说啊 我被通知啊 检查要下发到县团级 这可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了 问我的意见呢 没别的啊 此时的少奇同志只能说 特别同意 特别感谢 没有问题 11月3号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们 陪着毛主席 检阅红卫兵 刘少奇也跟着 在天安门城楼上 茫然四顾 心如刀脚 当年的意气风发 今天的灰头土脸 正想呢 哎 毛主席慈祥的大脸 就凑过来了 说哎 这不是刘吗 我操 好久没见了 最近怎么样啊 身体还行吗 血糖都调了吧 我的 刘少奇一看 毛主席的问候 那如春天般温暖 马上说主席 哎 托您的福 挺好的 就是最近觉着啊 我这次错误 挺严重啊 对不起您老人家的栽培啊 现在我再在中央工作 力不从心 想着到地方去 哎 田间地头 走走看看 您觉得行吗 毛主席的 毛主席心里话说 我操 怎么着 剑缝插针 想逃到外地去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想瞎了心了吧 你 但嘴上不能这么说呀 就说 哎 少奇同志 你这老大不小了 我没记错的话 啊 六十有八了 这么大岁数 离开北京啊 去那种穷山恶水 泼富刁民的地方 我不放心 行了 你呀 还是在北京 我看得见 你健健康康的 我也踏实 这么着 俩人这次对话就结束 刘少奇到未必 真能远走高飞 他呀 只是希望 躲开北京 这个是非窝子 让皇上眼不见 心不烦而已 也不是没有先例啊 比如彭德怀 文革前 就挂了个三线建设 第三副主任的名义 哎 在外地飘着 可您刘少奇是谁呀 二十年太子生涯 位高权重 一言九鼎 这个看劲上去外地 怎么着 想抱着实践毛主席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这句名言去呀 转眼 到了十一月九号 刘少奇的检查 公开下发 到了县团级 可以说啊 当年开过七千人大会 看见过刘副主席 神采飞扬 逼着毛泽东 下最几兆的那些人 现在 又都看见了 刘少奇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威风扫地 而刘少奇呢 觉得这是不是 就算检查通过了 以后啊 咱还能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哈哈哈哈 马上 呀就得到了一个 惊喜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惊喜 又是谁带给他的 且听我 下回分解 行 今儿就聊到这儿 希望喜欢的朋友呢 点赞收藏 开启小铃铛 咱们争取啊 经常聊天 谢谢大家